主啊我们要敬拜祢 主啊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祢 主啊今天是敬拜祢的日子 祢是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的羔羊 主啊祢配得我们的敬拜 因为祢是那至圣至大至尊的神 祢是天地间唯一的主宰 祢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让我们全心感谢 我们全心赞美 主啊让我们来敬拜祢 全心感谢全心赞美 祈入祢的愿 全心崇残献上危机 是最诚的果子 在祢里面 一无怀虑 喜乐满意 常常感谢 不足道道 盼望在雨里 我要全心赞美 跳舞送羊一鸣 在明天中一日 胜过在世上千日 我要全心赞美 我要全心赞美 赞美还要赞美不停 一人同意 欢呼神永无息 让我们来全心赞美 让我们来全心赞美我们的神 用赞美进入祂的愿 全心赞美 祈入祢的愿 全心崇残献上危机 是最诚的果子 在祢里面 一无怀虑 喜乐满意 常常感谢 不足道道 盼望在雨里 我要全心赞美 跳舞送羊一鸣 在明天中一日 胜过在世上千日 我要全心赞美 赞美还要赞美不停 一人同意 欢呼神永无息 我要全心赞美 跳舞送羊一鸣 在明天中一日 胜过在世上千日 我要全心赞美 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 一人同意 一人同意 欢呼神永无息 一人同意 欢呼神永无息 主啊我们谢谢祢 祢是配着我们的敬拜 主啊祢是那听祷告的神 主啊求祢现在与我们同在 垂听我们众姐妹弟兄 在祢面前合一地祷告 将天国的真道向我们来显现 让我们饥渴沐浴的心 得到祢真理的教官 恩上加恩 利上加利 我一道道来到祢跟前 我要寻求你 我要站在破口之中 在那里我寻求你 我一道道道来到祢跟前 我要寻求你 我要站在破口之中 在那里我寻求你 每一次我祷告 每一次我祷告 我要动你的手 祷告做的事 我的手不能坐 每一次我祷告 把山培落椅 道路被扑离 是烈泊归相依 祢是烈泊归相依 每一次我祷告 我咬动你的手 祷告做的是 我的手不能做 每一次我祷告 到山梅诺依 道路非不平 识烈过归向你 主啊 我们谢谢你 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祷告的权柄 主啊 我们祷告来到你的殿中 我们用祷告来到你的面前 带着我们的心灵和诚实 我们把今天晚上的聚会 我们恭敬地交托 求你圣灵引导我们晚上的聚会 让我们在尼西米的身上 学到祷告的秘诀 学到从祷告来的能力 主啊 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 召集你的儿女们来到你的殿中 也带领宗亲姐妹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 求你的话进入我们生命中 成为我们生命的粮 引导我们 进入到祷告的密室 引导我们在祷告征战中得胜 谢谢你 哈利路亚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们再来唱诗诗歌 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唱诗歌 好不好 好我一套稳告来到祷告 原来到祷告 我要向出去 我要寻求你 我要站在你 我要站在我口之中 我要 Pixar 馁祝 我要站在我口之中 每一次我祷告 我咬动你的手 祷告做的事 我的手不能做 每一次我祷告 打山陪落影 道路飞不平 十年不归向你 祝我心愿若即无助 你却是我的力量 以你亲切的手 以你亲切的手赢了我 那就是我你的手 每一次我祷告 我要动你的手 告告做的事 我的手不能做 每一次我祷告 打山陪落影 道路飞不平 十年不归相依 每一次我祷告 我要动你的手 祷告做的事 我的手不能做 每一次我祷告 打山陪落影 道路飞不平 十年不归相依 我们来祷告 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来祷告 有生无生的祷告 必到达上帝的宝座面前 在我们祷告的时候 将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交给主 求主来提升我们的生命 在我们祷告的时候 将我们的工作公司 我们遇到难处 我们都交给主 因为主在旷野里为我们开道路 在沙漠里为我们开江河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将我们的重担交给他 因为主说犯劳苦端重担来到我的面前 我就使你们得以安息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将我们身体的疾病 软弱都交给他 求主来一直来刚强我们 因为主的保护 我们永远的大力功效 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 可以说我们赞美你 哈利路亚 我亲爱的恩主 是的我们到你面前来开口祷告 将我们的软弱带到你的面前 哦主啊 你知道我们是何等不配的人 但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知道我们不能 但主你能 哦主啊 你要使我们成为你的军队 使这枯骨成为耶和华的大军 哦你要使用这个教会 若明灯闪耀 而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成为你征战的精兵 哦主啊 你恩待我们的教会 而你祝福今天晚上 你带出你圣灵的能力 让我们来跟随你这个大元帅 在这个末世做你的精兵 主啊 们也把我们身体软弱的 弟兄姊妹恭敬的交托 坐在你的手上 主啊 求你保血来遮盖来 医治他们 主啊 你的保血永远的大有功效 主啊 让我们凭着信心 求一点都不疑惑 就像圣经所说 因你的鞭伤我们要得医治 因你的刑法我们得平安 哈利路亚 给你每个地方的平安喜乐的生命 主啊 要给我们每个家庭 在主爱里面的彼此相爱 主啊 来祝福每个寻求真理的人 主啊 让我们寻找就寻见 可我们就开门 哈利路亚 把今天晚上的福音 这样一个聚会 主啊 一个影视的聚会 恭敬的教徒 求主来使用今天晚上的聚会 来荣耀你的名 主啊 求你圣灵来充满 中青姐妹高摩他 让他走到世界各地来传讲的 这样的信息 帮你的喜悦 成为多人的祝福 我们谢谢你 与我们同在 奉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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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那个电池有了吗 换一个电池 好 请坐 好 今天晚上不是布道会 今天晚上是我们一个陪灵会 那是学习祷告的陪灵会 那基督徒一个人基督徒信主了 他有三个最基本的功课要学习 那我觉得第一点是读圣经 读神的话 因为圣经说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 是我们路上的光 那如果我们不读神的话 我们就不明白神在永恒中的旨意 也不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 所以我们要读神的话 那第二个就要祷告 祷告就是与神来沟通 祷告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呼吸 我们的自然的生命需要呼吸 我们属灵的生命也需要呼吸 如果我们自然的生命一分钟不呼吸 我们就没有气息了 那属灵生命我们不呼吸 我们属灵生命也就会干枯 所以我们要祷告 祷告是要学习的 耶稣的门徒也问耶稣说 我们该怎么祷告呢 耶稣说 你们祷告应该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的尊丽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先是赞美我们的上帝 然后再把自己的需要告诉神 我们日用的饮食 即是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一件试探 救我们脱离熊 因为国度全名荣耀 全是神的 所以耶稣的门徒也学习祷告 那我们做神的儿女 尤其我们教育很多 弟兄姊妹的刚刚信主 时间不长 那我们更要学习祷告 祷告 祷告是非常甘甜的 因为祷告是与神同在的时候 那么基督还有一个要聚会 那我们在小组 在团契 在教会里面的聚会 我们也不能冷淡 像保罗说 不可以不聚会 以免我们冷淡 不可以停止聚会 以免我们冷淡 所以我们除此之外 我觉得基督很重要的 要学习敬拜赞美 唱诗歌来赞美神 一首好的诗歌 能够提升你的生命 一首好的诗歌 在你忧愁的时候 忧虑的时候 会能够使你变得平安 喜乐安宁 所以我们也感谢主 那今天晚上 晚上我们请到中青姐妹 中青姐妹在香港 圣经教会 Hongong Bible Church 是吧 这个Evangelical Bible Church 是不是 Mandary Hongong Mandary Bible Church right 这个教会在香港 是最大的一个 大陆背景的教会 几乎的80%的会友 都来自于中国大陆 知识分子 那么中青姐妹 在美国 读完她的学位 回到香港 和她的丈夫 孩子回香港 原来她就在 Jordie Mason 是我们母堂所在的地方 在那里读书 回到香港以后 她就信主 非常的追求 她就参与了一个 叫播种者 播种者的事工 是吧 那么这个事工呢 就是拍这个圣经 用这个影视的方法 来学习圣经 同时在里边 有很多很多的 属灵的教训 也今天晚上 要跟我们分享 好 我们把掌声 给神 我们也欢迎来 中青姐妹 来上来跟我们分享 好 很感谢主 真的是 我来洛杉矶 是我去搬回香港 2001年来过 后来就没有来过 真的是很感谢主 那个张牧师 还师母 愿意给我这个机会 来向大家分享 我们做圣经影片的 一些体会 然后从中间能够 真的是帮助 我是回中国大陆 分享过很多 他们都觉得 一看了影片以后 就想回去读圣经 读旧约 因为我们是把 圣经历史书 从约书亚记 到以斯帖记 都拍成 圣经多媒体影片 一会儿大家 我中间会放两段 大家有一个感受 是不是你觉得 读经会更加生动 那我这个一个 小的分享就是 为什么我会参与 这个事工 我2008年第一次去以色列 那我上个星期 也在以色列 已经去了四趟了 第一趟的时候 神在苦路上 就呼召我 说你来跟从我 我说我愿意 但是不知道怎么跟 可是呢 09年的时候 播种事工就来找我 说你能不能写 以斯帖记 我说我是做股票的 好像写作 很奇妙 怎么会来找我 然后他们就说 因为圣地之旅的时候 我可能写了几十篇的游记 回来现在大陆的几个教会 还用我们那个itinerary 然后我现在每年也在组织 团也都是去以色列 所以他们就说 你写的还可以 就先弄以斯帖记 那我写了以斯帖记 可是我们拍 因为伊朗 是个穆斯林的国家 我们去签证 我老公是根本不让我签 他说一去 他说你会被砍头的 他说不要去 在家相夫教子 然后呢我们那个团队的人就去签 全部拒签 没有人签出来 那怎么办 后来大家就祷告 因为我们当时填的时候 是想说是写旅游呢 还是写拍圣经影片 那神说你是就是是嘛 不是就是不是 那我们就写拍圣经影片 然后人家就拒掉了 因为穆斯林人家 不想让你来拍圣经影片 然后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他们就给我们发了一封信 说你们香港护照的人 是可以去的 那我们的主讲人是美国护照 他就没得去了 那拍电影的人就去了 所以特别感谢神 我们在那里拍了非常宝贵的 包括古猎王的墓 现在以色拉记我们就用了 用上了 特别感恩的是那个导游 他是历史系的 也是英国文学的 他从来不知道有以色帖这部书 后来他带着我们走这个 走这段历史的时候 那些古迹 他不得不相信圣经的记载 是如此的真实 然后他就给我们最后告诉我们 他信主了 这是我们第一个播种的种子 所以我自己感谢 很感谢神就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来能够分享神的话语 用多媒体的形式 那我们现在开始 那个powerpoint 那因为我们是拍历史书 所以我想用几分钟把以色列的这个简史走一遍 那圣经记载最早的时候 记载他们以色列的历史分成第一部分是列祖迁徙时代 是从亚伯拉罕受呼召 那个时候是公元前2000年 那亚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生雅各 雅各生十二个儿子 以色列支派 从此而出 那约瑟其中 雅各的一个儿子 约瑟被卖到埃及贵为宰相 那过了一段时间 因为逃离饥荒 雅各带全家去埃及避难 一待待四百年 那摩西是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 率领以色列民出埃及 紧接着就是约瑟亚进入迦南地 是在公元前1450年 那就是列祖迁徙时代 大概就是从公元前2000到1000年间 那进入下一个时代 就是第一圣殿时代 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迦南 进入迦南地以后 进入了失师时代 然后到末期的时候 他们要求个王 那神就允许扫罗 但是扫罗不符合神的心意 那大卫就做王40年 在公元前1010年 到公元前970年 那他的儿子所罗门继位以后 就建了第一圣殿 但所罗门后期也是很败坏 那他的儿子罗伯安 也是继位以后 引起王国分裂 那他的分裂 北国和南国 那北国以色列是被亚述王 在公元前722年被灭了 那南国犹大 独存了一段时间 但是被尼布贾尼萨 公元前586年灭掉 那个时候第一圣殿 就彻底被毁 所以这个是第一圣殿时代 那如果我们对照中国的历史的话 那商朝是进迦南的时候 然后他们王国分裂以后 就在东周的时候 然后就是后面的尼西米 那我们现在进入第二圣殿时代 那第二圣殿时代 就是神激励古猎王 在公元前539年 发了一个诏令 允许以色列人回归 自愿遣返 那个时候索罗巴伯 率领以色列民第一次归回 是在公元前537年 但是他们当时建圣殿 被受阻挠了一段时间 以至于停顿了16年 在公元前516年 第二圣殿建成 然后在这期间 犹太人因为有一些 是留在波斯的 那他们险些被灭族 那个时就是记录在以色帖记 那第二次归回 就是以色拉 第二次归回 那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归回 都记录在以色拉记 那我们今天要学的 尼西米的祷告 是在尼西米祭祭的 是在公元前445年 尼西米率领以色列民 第三次归回 但是他们建完第二圣殿以后 希律王 就是那个三个博士建的那个王 他在公元前20年 为了讨好犹太人 就是大型扩大了第二圣殿的地基 那现在你看到枯墙那些地方 是他的部分遗迹 但是在公元后 七十年 由于犹太人造反 那罗马的提多将军 攻入耶路撒冷 以至于把第二圣殿 完全烧毁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圣殿山 只是一个清真寺 那第二圣殿已经没有 所以这是我们对照 中国的历史 走了一遍 以色列的简史 那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进入尼西米 那尼西米祭的开始 是在雅达薛西王 一会我们会看他的那个他的猎王的表 那基斯流月就是主前446年的11到12月间 那那个时候据索罗巴伯第一次归回是差了93年 那据以色拉的第二次归回比较近 是只有13年 那尼西米 他是生在波斯的 因为他是 刚才也看到他第一次归回93年 所以他是不可能 在贝鲁的时候出生的 所以他那个时候有点像我们的华侨一样 那他的名字就叫耶和华的安慰 他的官至九正 他非常受到国王的信任 那但是他其实在异国他乡 波斯我们去那个地方书山 书山现在其实都已经是个遗迹了 我们一会儿你在影片中看到 是我们根据波斯的大廊柱建筑 给重新build的一个书山王宫 那他在那儿呢 他新在祖国 因为他听到了什么 听到他的弟兄哈纳尼 说耶路撒冷遭大难了 城门被火焚烧 城墙被火被毁 那他做了什么 就是进食祈祷 一会儿我们学习这段 那他哭泣 他进食 他认罪 他恳求 那过了一段时间 大家不知道是过了多久 过了四个月 果真神扭转了那个王的心意 他得到了什么 他给了他一个公务员的长假 十二年 其实给了他犹大省的省长的职位 然后呢 给他发同心证 回到耶路撒冷 还给他材料去修城墙 还派兵护送他 其实给他的超过了他的所思所想 一会儿我们可以看他的祷告 到底是什么样的祷告 所以我们今天想学习的就是尼西米的代道 看他是如何去为他 为以色列民的代道 那我们大家看到这个红字上写的 就是讲到尼西米记一开始 讲到那个时候的背景 就是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光景 非常非常的悲惨 那这个其实跟以色拉记的四章 七到二十四节记载的是相对应的 因为那个地方就有一个插入 就是讲这段的历史 讲到那个时候 犹大的敌人为了防止 就是阻止以色列人揪城墙 就诬告他们 诬告他们说他们要造反 于是呢 亚大薛西王就是尼西米 做纠正的这个王 就下令停止建立城墙 所以你就可以去想见 尼西米要让这个王 自己又允许他回耶路撒冷去建城墙 他的那个就是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因为是他先要让他停止的 所以看到这个祷告 那我们现在先观看录像 那一段 《尼西米的祷告》 在书山网宫里亚大薛西王有一个重要的被试关注 根据第一章十一节的记载 在书山网宫里亚大薛西王有一个重要的内侍官职 名为九正 但是担任这个重要官位的竟然是一个以色列族的人 名叫尼西米 希腊历史学家新网方考证 九正是负责为国王试酒 除了要保证酒的质量之外 更重要的是防范有人在酒里下毒 此外 九正还负责国王的起居生活 统领着王宫里所有的内侍 可见尼西米必定是亚大薛西王非常信任的人 在波斯玻利斯的王宫遗址里 有很多穿着内饰服装的雕像 展现了那时奢华的宫廷生活 这些内饰 大部分是七大贵族之一的马代族人 他们有的手上捧着羊羔 有的捧着各式各样的王宫餐具 还有一些捧着衣裳 皮革等等 前去伺候国王 而统领着这些内饰的 竟然是不属于七大贵族的尼西米 真是神奇妙的安排 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语如下 亚大薛西王二十年基斯留约 我在书山城的宫中 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纳尼 同这几个人从犹大来 我问他们那些贵族归归归回 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 他们对我说 那些贵族归回剩下的人 在犹大省遭大难 受凌辱 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 城门备火焚烧 经文中提到的 亚大薛西王二十年基斯留约 是公元前四百四十六年十一到十二月间 尼西米这名字的意思 是耶和华的安慰 神也真的透过他 安慰了归回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民 关于耶路撒冷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的事情 根据以色拉记四章六到二十三节所记 地方官员和波斯朝廷的往返公文中 我们看到建成的工程受到至少两次严重的拦阻 第一次上告的文件 记载在以色拉记四章六节 这些人在大利乌王还在位的时候 就贿赂朝廷的谋事 大利乌王死后 亚哈水鲁在公元前四百八十六年登基时 他们又上本控告 向王提出控告的是耶路撒冷周围的官员 可能就是那些想要阻止重建城墙的人 这个椅子腿是波斯帝国时代的文物 椅腿中间 狮子爪的装饰像波斯王王座的椅子腿 不过考古学家估计 他来自萨玛利亚省省长的座椅 另外还有一个是萨玛利亚省省长的硬件 加上这些同时代的古叙利亚的贵族雕像 亚石突人就是菲利士人的雕像 还有这些亚门贵族的雕像和他们的偶像 都印证了当时在耶路撒冷周围的政治势力 就是以色拉纪四章四到五节里说的 那地的名 第二次上告的文件 记载在以色拉纪四章八到十六节 在亚达学习仪式制政的时候 就是公元前464到424年间 由以色拉带领回到耶路撒冷的那批人 也想修整那些被毁坏多年的城墙 以色拉纪四章七到十六节记着 在萨玛利亚城和大河西的官员 包括省长利弘 书记身帅并下属官员 和其他地方的官员联名上告 指控以色列人是修成为名 造反为实 而且以色列人将不再向国王进贡 缴税 这样王会受损失 甚至失去河西的领土 上告文件 还请求亚达学习王查以前的实录 那里记着耶路撒冷城 曾经反叛亚述和巴比伦 实录就是王宫档案库里的记录 以色拉纪四章十八到二十三节继续写着 亚达学习王下令查档案库 果然发现有记录 在大魏王国时 河西全地都是向以色列人进贡和缴税的 有了这样的记录 亚达学习王对于以色列人反叛的传言 自然不敢掉以轻心 他下预旨让以色列人先停工 等候他进一步的指示 但是省长力红 书记身帅和同党 却急忙用势力强迫以色列人停工 尼西米是在贝鲁之地出生 他应该从来没有去过耶路撒冷 但是心里还是常常挂念着自己的同胞和故土 在远离耶路撒冷的苏山王宫 尼西米虽然身为帝国的高官 享受着荣华富贵 但他听见了耶路撒冷的情况后 在第一章四到十一节记载 他就坐下哭泣 悲哀几日 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 呼求神救赎他们 因为他知道 要想扭转以色列人的命运 唯有全心依靠神 第一章最后的经文记载 尼西米说自己是做王九正的 神安排尼西米这样一个独特的职务 就是为了要用它去成就以后发生的事 这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带职侍奉的榜样 神怎样使用尼西米 相信神也会照样使用我们在职场上与他同工 好 那我们一块读一下 尼西米的祷告 那就是看看孟介石 他的祷告是如何来接着神 借着来扭转这个亚达叙西王的心意 然后成全让他能够归回耶路撒冷 好 那我们一块来读好吗 耶和华 天上的神 大耳可畏的神啊 你向爱你 守你诫命的人 守约诗词爱 愿你睁眼看 侧耳听 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 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 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 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 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 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 所吩咐的诫命 律例 典章 求你纪念 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 你们若犯罪 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 但你们若归向我 谨守遵行我的诫命 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 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 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 这都是你的仆人 你的百姓 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 主啊 求你特听你仆人的祈祷 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 使你仆人现今横通 再往面前蒙恩 好 那如果我们把它分断的话 尼西米首先是称颂了神 然后接着他就是一段认罪的祷告 第三 他就开始请求神纪念他的百姓 在这里就是带导 为他的民族 为他的国家来带导 最后是请求神 使他在王面前蒙恩 因为他想得到王的允许 让他回到耶路撒冷 那我们看他第一个称颂神 他在这里就承认神的大能 他说神你是大而可畏的神 你像守约师 你是个守约师慈爱的神 但他在这里也谈到 其实神的这个大能的背后 也有这个审判和恩典 同时 而且以色列民作为与神立约的那一方 那要做到忠心 当然他们没做到以前 那紧接着就是这个认罪的祷告 那尼西米当时我们刚才讲过 尼西米其实他是生在波斯的 贝鲁其实跟他没有直接的罪的这个关系 但他因为是以色列民 所以他没有推诿 他就是承认他本人和以色列全民都犯罪了 因为他自己是那群不讨神喜悦的民 然后特别的是他知道罪 他没有隐瞒任何以色列民的罪的问题 非常的坦诚 那第三呢 就是请求神纪念他的百姓 在这里特别的是 他是用神自己的花来向神求 那如果我们对照尼西米的一章八节 对照生命纪的四章二十七 还有二十八章六十四 你就可以看到他是很相似的用的是神的话 然后尼西米的他用 他接着也是你要对照生命纪的三十四 三十章第四节也可以看到 所以也是教导我们要最好是按照神的话 去向神祷告 其实是非常有力量的祷告 那旧约中神与以色列 刚才我们讲过 他一上来就说神你是守约是此爱 那我们大家回顾一下旧约中神与以色列 到底立了什么样的约 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的约 创世纪十二章一至三节 神允许 亚伯拉罕要通过亚伯拉罕要 要让万族都蒙福 那第二个约就我们大家比较熟悉 是与摩西立的约 特别有意思的是 那个记号 与神立约的记号是守安息日 后来我们看到尼西米回归 第三次归回的时候 看到以色列民最后不守安息日 他用了很多很多的办法 让他不能做生意 那天一定要守 其实是在这里是有一个回应的 因为他们跟神立约的记号是守安息日 这也提醒我们 现在是不是愿意把那个星期天 或者是那个时间来奉献给神 然后第三 与大卫立的那个约 下下七章 讲到他应许大卫一个永远的国 这个应许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成就了 那尼西米他为以色列民代求 我们学到什么 他特别说的是 他说神大能的手 因为他知道只有靠神大能的手 才能扭转以色列人的命运 那他也是凭信心的祷告 他相信神是悦纳 他痛悔的祷告的 然后他自己也相信神的名 是愿意在耶路撒冷得荣耀的 因为当时耶路撒冷非常悲惨 所以他讲 他说神也是愿意的 所以他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求 那如果我们在一块再读一下 如果对照 以色拉有一段的祷告 在以色拉 我这个没有打出来 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 打开以色拉记九章 六到十五节 好 那我们大家一块读 九章六至十五 我的神啊 我爆愧蒙羞 不敢向我神仰面 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 我们的罪恶滔天 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 我们的罪恶慎重 因我们的罪孽 我们和君王祭司 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 杀害 掳掠 抢夺 脸上蒙羞 正如今日的光景 现在耶和华 我们的神 斩且施恩于我们 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 使我们安稳如钉子 钉在他的圣索 我们的神好观照我们的眼目 使我们在受挟制中稍微复兴 我们是奴仆 然而在受挟制之中 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 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 叫我们复兴 能重建我们神的殿 修其毁坏之处 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 有强还 我们的神啊 既是如此 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你的命令 就是你借你仆人众先知 所吩咐的说 你们要去得为业之地 是污秽之地 因列国之民的污秽 和可赠的事 叫全地从这边直到那边 满了污秽 所以不可将你们的女儿 嫁他们的儿子 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 娶他们的女儿 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 和他们的利益 这样你就可以强盛 吃这地的美物 并遗留这地 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 神啊 我们因自己的恶行和大罪 遭遇了这一切的事 并且你刑罚 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 又给我们留下这些人 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 以这行可赠之事的名结亲呢 若这样行 你岂不向我们发怒 将我们灭绝 以致没有一个 剩下逃脱的人吗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 因你是公义的 我们这剩下的人 才得逃脱 正如今日的光景 看啊 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 因此无人 你面前站立得住 那这段祷告呢 是以色拉回到耶路撒冷 第二次归回的时候 发现第一次归回的 以色列民 跟外族人通婚 所以他非常的 他跟尼西米很不一样 他就是自己扯自己的头发 自己撕自己的衣服 他做了这一个毁罪的祷告 是代表以色列民的 他并没有做错 但是他就是为以色列民 这个不悔改 这个毁罪 祷告 那尼西米 你要看到尼西米很有意思 他跟以色拉很不一样 当他解决外族人 通婚的问题 他扯人家头发 责打人 我们当然不能说牧者要这样做 但是他是很外向的 所以他们两个都在解决 以色列人与外邦人通婚的问题 那这个祷告 如果我们对照尼西米的祷告的话 他不同的地方就是场合 和原因不太一样 没了 那一个呢 是在一个公开的晚祭的那个祷告 那那个尼西米的祷告是非常私下的 私自的一个进食的祷告 那他的相同点呢 就是都是痛悔 痛悔的心的祷告 然后呢 也都是承认以色列人的罪 是他们现在好像是罪有应得 他们的背鲁 所以他们想要归回的话 就必须要重新悔改 来归向神 好 我们看到他不同的祷告 这头相同就是痛悔的心 的祷告 然后承认以色列家的过犯 然后承认亡国的下场 是他们自己不听神的话 然后最后他们都是求神的怜悯 因为神是信使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 那我们现在呢 因为我们这个分享 是有一个讨论的环节 所以你就前后两个四个人 就是我们大家用五分钟 先讨论这三道题 然后我们回来总结一下 好吗 第一题是从尼西米的祷告 等候到行动 我们学到些什么原则 然后就讲到禁食祷告 大家尝试过没有 你怎么认识禁食祷告 然后第三就是 如何为美国 美国的这个社会 往我们的社区来祷告 好吗 五分钟 就前后左右几个人就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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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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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或者说 感谢观看 真的是可以 可能就 感谢观看 就是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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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 他用 神的神 感谢观看 第四章告诉我们 开始修成了 三巴拉和多比亚非常恼怒 他们联合阿拉伯人基善 亚门人和亚史图人 发动撒玛利亚的军兵 准备攻击耶路撒冷 一时间 以色列人真是四面受益 尼西米的反应就是 一方面带领大家向神祷告 另一方面就是安排好防卫的措施 尼西米带领全体以色列人 拿着刀 枪 弓箭 在城墙后守卫 仇敌们看见他们的决心 就不敢动手了 四章十六到二十三节记载 从那天起 尼西米吩咐自己一半的仆人参加工作 另外的一半仆人穿盔甲守卫 其余的工人腰间也配着刀 吹角的人一直在尼西米的身边 随时吹角 警告有敌人来犯 到了晚上 有仆人和卫兵警醒守卫 其余的人在睡觉时也不脱衣服 手里都拿着武器 跳到尼西米记第六章 我们看见当城墙就要休完的时候 敌人更变本加厉 想要谋害尼西米 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 请你来 我们在阿诺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 他们却想害我 阿诺平原靠近今天的特拉维夫的东面 当时那里虽有以色列百姓居住 却不属于任何省 直接由河西总督管制 敌人想用谈判的借口 将尼西米骗到阿诺这个中立地区 来杀害他 经文最后显示 尼西米看穿了这些人的轨迹 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 我现在办理大宫不能下去 也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 跟着六章五到七节记载 敌人还想通过魏丰的信 进一步攻击尼西米 柏林博物馆收藏着一些 巴比伦时代的尼板文件 这些文件都放在陶土制的信封里 信封上还有封存的印章 另外波斯时代也有这些 用葡萄纸写好 加上封印的文件 魏丰的信 就是写在泥板上的信 但没有用陶土制的信封密封 或是写在葡萄纸上的信 没有用封印封起来 类似今天的公开信 敌人用魏丰的信来散布谣言 说尼西米要率领以色列人谋反 修造城墙 自己做王 六章八节说到 尼西米反驳参巴拉 指出这些指控都是捏造出来的 尼西米同时向神祷告呼求 神啊 求你兼顾我的手 短短的一句祷告后 圣经再没有写这个事件 暗示这些敌对神的事 一定徒劳无功 但这些敌人并不死心 最后 想骗他躲进 只有祭司才能进去的圣殿 用犯律法的陷阱来除掉他 但是尼西米又从神那里来的智慧 洞察了敌人的诡计 这是收藏在以色列博物馆的 银制经卷 上面刻着明书记的经文 根据明书记十八章的记载 犯了这条律法就会被致死 尼西米记六章十节到十三节记着 尼西米直接了当地拒绝进入圣殿 根本不去理会他的敌人 只祷告 交给神去伸张正义 这是每个神的仆人都应该学习的 一路月二十五日 城墙修完了 共修了五十二天 我们一切仇敌 四围的外邦人 听见了便惧怕 愁眉不眨 因为见着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 经文所记的时间 大概是公元前445年的10月 只用了五十二天这么短的时间 就把城墙修好了 这么高的效率 难怪四周的外邦人 包括以色列的敌人 都不得不承认这是出于以色列神的带领和帮助 尼西米他是如何面对敌人搅扰的时候 他做的一些祷告 那你觉得你可以学到什么样的一个原则 你以后可以怎么样来去 当你面对这些搅扰的时候 你会怎样做 然后我想分享的第二个就是 他说我的神啊 求你纪念我 施恩于我 因为当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 第三次归回的时候 他看到以色列民不守安息日 不做十一奉献 与外族人通婚等等 他就做了很大的改革 那他经历了很多的压力 你想你肯定得罪很多的人 那他就用这个句话 他常常用求你纪念我 施恩于我 我们就在想 那大家的生命中 或者你有没有这种情况 也想用这样的祷告 来向尼西米来学习 好 就几分钟好吧 我们再互相彼此再讨论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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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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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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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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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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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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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